有缘人,生活中,你是否也渴望财运滚滚来? 有些人只要稍微调整环境,就能招财尽宝。 今天,我们要来揭晓最神秘的风水秘诀, 不仅能让你的财运快速攀升,甚至可能瞬间改变命运。 无论是选择合适的财位,还是摆放神秘的招财物品, 每一步都可能是你财运暴涨的关键。 好好了解这些不可不知的风水技巧,让财富奔向你。 首先,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, 建议现在就点击订阅,以免日后找不到这些宝贵的内容。 一,如何通过风水提升财运, 依阳光与空气的流通。 家中的阳光一定要充足, 阳光带来的吉祥气能够促进家人的健康, 而健康正是招财的基础。 所以,窗帘不要选择太厚的材质, 以免阻挡阳光, 当然也不要过薄, 避免造成光煞。 空气流通也非常重要, 阳台上最好不要摆太多植物, 以免挡住阳光。 客厅的地板应保持坚固, 破损的地板象征着不稳的财运, 必须及时修复。 二, 避免客厅摆放麻将桌, 客厅是家中的财卫之一, 而摆放麻将桌会带来不良的财运影响, 应尽量避免。 三, 选择正面的艺术作品, 避免在家中挂萧条, 阴沉的画作, 比如落叶, 夕阳等负面意境的话, 这些作品会影响心情, 从而影响到整体的财运。 四, 电器摆放的注意事项, 电视和冷气不应该放在风水中的五黄位, 这会影响家人的健康, 进而损害财运。 如果无法更动电器的摆放位置, 可以在旁边放些金属对象来化解不利影响。 此外, 冰箱和洗衣机不要正对着炉灶, 这会导致健康问题影响财运。 五, 吉祥物注运。 摆放一些吉祥物在财位上能够提升财运, 比如沐心堂的沉香佛珠, 黑药师, 手链等事物都能帮助增望财运。 但佩戴这些吉祥物事要保持低调, 特别是在打牌时避免被对手看到, 否则可能会被对方破解你的风水。 二, 聚采最快的方法。 一, 植物风水。 摆放适合的植物能够迅速提升财运, 比如富贵竹, 红运当头, 蓬奈松, 发财术, 金钱术和金具等。 这些植物不仅寓意好, 还能让家中的气场更加旺盛, 带来好运。 二, 物品风水。 一些传统的招财物品, 如龙子牙子、 三角蝉雏、 独角皮修等, 能够帮助吸引财运。 此外, 像五帝同前, 黄水经求这类能量物品, 也能够提升财运的磁场。 三, 风水布局。 根据流年的财位和家中房子的布局, 可以在特定位置摆放鱼缸或植物, 这能快速提升财运。 还可以根据主人工作事业的需求, 进行更加精细的风水布局。 这些都能帮助你在事业和财运上取得好结果。 改善财运的风水秘诀其实并不神秘, 也不需要高深莫测的知识。 只要善加利用一些简单的原则, 便能为你的财运增添光彩。 以下是几个实用的建议, 让你在日常生活中轻松提升财运。 一、水与财运的关联。 常言道,山管人丁,水煮财。 因此,运用好水元素就能对财运有所帮助。 最简单的做法是在办公桌的左上角摆放一盘水养植物, 也可以在家里养鸡尾风水鱼。 如果经营餐饮业,考虑放置风水轮, 这也是一种能够聚采的方法。 二、选择有力的方位。 俗话说,树挪死,人挪活。 找到对你有力的方位, 走向声望之地, 能够提升个人的运势。 这可以透过命理分析来确定最佳方位。 简单一点的做法, 是根据当年的风水方位来选择适合的地点, 以便催忘财运。 三、利用数字催财。 数字也能对财运产生影响, 尤其是尾数为八的号码。 根据风水理论, 2004年至2024年为第八运, 数字八象征顺势而行。 因此,选择与八相关的号码, 如手机号码或车牌号码, 有助于催忘财运。 若能根据个人命理来选择相应的数字, 效果会更佳。 四、借助他人的运气。 有时候, 和财运好的人在一起, 也能沾染到他们的好运气。 与那些命理上与你相合或财运交往的人多接触, 可以助你望上加望。 相反, 如果与财运不佳的人频繁来往, 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。 五、 穿戴财运食品。 佩戴一些与自身命理相符的吉祥物, 也是提升财运的好方法。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格需求, 比如命中缺木的人可以选择与木元素相关的饰品, 或者选择用水晶来补足命理上的部族。 这些天然的吉祥物能帮助你调节磁场, 进而提升财运。 接下来, 来讲一下, 居家风水改善财运。 一、 在架中的财卫摆放能招财的物品, 如聚宝盆、 招财术或水晶球, 这些装饰不仅美观, 还能增强财运。 二、 财卫有名财卫和暗财卫之分, 真正重要的是暗财卫。 不同朝向的房子有不同的财卫, 比如做北朝南的住宅, 财卫在西南方和正北方, 摆放音响等有生物品在财卫处, 能进一步催望财源。 三、 财卫的布置也有禁忌, 避免摆放海浪画像或带子的植物, 这会让财运起伏不定, 甚至导致破财。 改善财运的生活小习惯, 避免以下八个动作, 能让你的财气自然流入。 一、经常抖腿, 二、不断叹气, 三、频繁吐口水, 四、皱眉不斩, 五、蹲着吃饭, 六、踢牙不折, 七、吃饭时八鸡嘴, 八、头先过步。 想要提升财运, 可以参考以下一些简单易性的风水技巧, 帮助你改善经济状况。 衣水催财, 古语说, 山管人丁, 水管财, 在风水学中, 水象征财运。 如果你的住宅附近有江河, 湖泊或喷泉, 那么这些水源会助长财运。 如果没有自然水源, 也可以在家里养鱼或设置水井来吸引财气。 二、利用财位。 客厅的财位是家中藏风聚气的关键点, 容易吸引财富。 一般来说, 客厅中与入户门相对的角落为民财位。 在这里摆放发财术, 或招财疲修, 能够增强家庭的财运。 三、财星位的力量。 风水中的财星位会随时间变化, 这个位置被认为是代表财运的方位。 保持这个位置整洁干净, 并适当地摆放招财物品, 如疲修或发财术, 有助于提升财运。 四、命理催财。 根据个人的八字命理, 我克者为财, 这意味着财运与个人的五行有关。 例如若五行属木, 那么土为其财。 但是, 不能随意补充某一元素, 需根据个人的喜剂来调整, 这样效果会更好。 除了风水, 命理也是影响财运的重要因素。 五、植物摧彩。 选择适合的植物来提升财运是常见的做法。 建议选择叶片宽大, 根茎粗壮, 写洗阳光的植物。 这类植物能吸收阳光并释放正能量, 对提升财运有很大帮助。 六、 养鱼催财。 家里有水就能聚财, 尤其是养一些招财鱼, 乳鹰舞鱼, 龙鱼等, 它们不仅好看, 还能催旺财气。 注意避免在财卫上摆放浴缸, 因为这样会让财运流失。 七、 摆放瓶子。 在家中摆放瓶子, 象征平安与吉祥。 古人常在家里放大瓶子和罐子, 不仅能招财, 还能调整风水。 如果单身者想增强桃花蕴, 也可以在花瓶里插上鲜花, 有助于吸引良缘。 八、 水晶和脾修。 紫水晶和黄水晶被认为是招财水晶, 而焚水晶则与爱情有关。 脾修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, 能带来财运, 但需一对公母脾修同时摆放。 公脾修有翅膀, 母脾修无翅膀。 脾修是脸朝向门外, 可有效聚财。 九吉祥物佩戴。 根据个人生辰八字, 选择适合的吉祥物, 如财神、八卦、金铲、葫芦或红绳等, 都能有助于提升财运。 当然, 任何风水或吉祥物仅是辅助, 最重要的是你自身的努力和奋斗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。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财富流向我或者说出您的想法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, 请订阅我的频道, 随缘加入会员, 与志同道合者共修基辅。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斗内, 小额赞助,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右。 最后, 请积极分享, 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, 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, 不仅帮助了别人, 也让自己受益, 种下智慧种子, 功德无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